一百二十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徐衣門 葉伴詩 聽完中學組的同學表現之後 來到這一節 我們又聽聽今集第二間同學的表現 這一間就是英華小學 他們的作品名稱是鄭汪倫 唐朝遺代大詩人李白 因得罪的高麗氏和楊貴妃惹怒了朝中的權貴 大家紛紛上書指責他 唐玄宗建壮只好賜給李白一些金子 把他打發走了 郁郁不得志的李白整天喝得鳴鼎大醉 有一天 舉杯妖明月 堆飲成三人 乾杯 請問太白先生在家嗎 在 在啊 請進請進 你是何許人也 太白先生 您好 在下是金獻人 是汪家的一個仆人 我家老爺汪倫 生姓豪爽 愛結交朋友 九陽先生大名 特意讓小人給您送信來了 好 來 給我看看吧 李白接過信 打開一看 信上寫著 太白先生 您好 先生在詩壇上名聲掩揚 本人希望能有機會一睹先生的風采 並結下友誼 先生好尹呼 此地有十日里桃花 先生好尹呼 此地有萬家酒店 李白看文信 不禁大喜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真想去那裡一堵美好的風光 與你家老爺 開懷暢飲 太白先生 請隨小人一同前往 我家老爺已在家恭候您大驾光臨 李白放下手中的信 騎上馬 小二則牽著缰繩 在地上走 一同前往光輪的家 沿途 微風徐徐 桃花朵朵綻放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李白借著醉意 欣賞著沿途的風光 呃 是不是已經到了十里桃花林呢 先生 快到了 快到了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對 桃花紛紛紛紛 張笑臉 蝴蝶双双花竭舞 哈哈哈哈 荒嶺所言不虚啊 我真是不枉此行啊 這時 一隻蝴蝶在李白的身邊 翩翩起舞 李白见了 不禁感慨萬千 蝴蝶啊蝴蝶 你是那么快乐 那么自由 可我呢 要是我能像你那样 自由自在的飞 那该有多好啊 说完 李白就伸手去捉蝴蝶 小二转过头来 一看 连忙喊住 先生先生 小心啊 说时迟 那时快 李白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第二天 等李白醒来后 已到了汪轮的家 这时 李白坐在床上 揉了揉头上起的包 仍感疼痛 哎呦 我的头好痛啊 哎 我现在在哪啊 在下汪轮 先生 你现在在我的家呀 啊 太白先生 您可把小的吓坏了 昨天您喝得醉醺醺的 想去捉蝴蝶 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还好您现在没有伤着 在下 李白真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哪里哪里 太白先生能亲身来访 是海舍的荣耀啊 昨天 昨天我在沿途所见的风光 不同一般 想必 这里的十里桃花 一定名不虚传 绚烂之极 至于这万家酒店嘛 这 哦 昨天先生喝得最欣欣的 对身体不好 现在先喝完米粥 暖暖身体 在下再带先生 宝揽十里桃花 唱一万家酒店吧 行 米粥不是已经熬好了吧 快给太白先生端来 哎 好嘞 李白喝过米粥后 精力充沛 和王伦各自骑上马 来到了桃花坛边 先生您看 这里有个坛水 足足有十里桃 桃花是这个坛水的名字 我们把它换作十里桃花 嗯 倒也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在下还要请太白先生 酥脆呀 李白听了 先是一愣 终于恍然大悟 没有多言 而是跟随汪伦 到了一家酒店 先生 这里便是万家酒店 是一家姓万的人 开的酒店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妙妙妙啊 桃花者 潭水明也 万家者 店主人姓万也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 金县有十里桃花 和万家酒店 先生见谅啊 金县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县城 并没有名山大川 由于先生才华横映 在下非常仰慕您 才出此下策 在下不才 得知先生进来 郁郁寡欢 愿为先生解烦忧 哈哈哈哈 这两天您带我游览了金县的风土民情 又跟我促膝攀谈 现在我的心情好多了 请受在下一拜 听了先生的一席话 看先生心情开怀了 那我也放心了 接连几天 李白留宿汪伦家 饮梅酒 吃佳肴 与汪伦高谈阔论 到了李白要离别的那天 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坛上的小船 船正要离岸之际 忽然从背后传来了一阵歌声 李白回头一看 只见汪伦和许多村民 一起在岸上打着拍子踏步唱歌 为自己送行 嘿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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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太白先生再见咯 太白先生一路平安 望着清澈见底的潭水 望着渐渐远去的送行队伍 汪伦的深情厚意 使李白十分感动 并诗性大发 立即扑纸研磨 写下了这首快智人口 情真意切的送别诗 李白长州将运行 忽然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煎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英华小学赞汪伦广播剧 柳子昂饰演庞白 徐天昊饰演李白 江维可饰演小二 陈红聚饰演汪伦 全聚玩 世界随意门 页半诗 120分钟声音锁时 世界随意门 页半诗 实在没办法 梁老师 听到初小组的同学 声音非常可爱 所以他们所有的普通话 就算有少少的瑕疵 都会觉得原谅了他们 对对 这个儿童版的 一听起来就儿童版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 之前也有同学选取过 都是讲李白 和汪伦 大家又换完一轮 然后一个宋别诗 听同学的演绎 我真的仿佛见到 当中故事的人物 去到什么地方 看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还有两人之间的那种友谊 我觉得他们演绎得非常好 对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生灵其境 有了 我有那种感觉 听到他的声音 好像就感觉去到了那个地方 他用声音把我们带进去 每位同学 虽然咒语听到 声线有点相似 但是演绎起上来 每个角色 也都有他自己特别的地方 对 清晰的 清晰的 这个我就觉得呢 整体来讲 这一组的小朋友 演绎方面都不错 角色很清晰 而且呢 就是他的语速方面 也差到好处 不错的 那么语音方面呢 当然就像你刚才讲了 有点语音的缺陷 肯定有的 有的 但是还是包容了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好的 对 还有位数都不算多 对 一些问题 基本上我们感受到 这个李白呢 起初就给人一种那种感觉 多醋善感的那种感觉 喝得最新鲜的 对 都很可爱 对 想要想要喝酒 当然 在后面呢 也感受得到这个汪伦呢 对着李白的体贴之情 也感受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的演绎来讲呢 算是成功的 嗯 那么我见了老师呢 都一直呢 又抹下一些 大家值得注意的地方 不如我们都继一跟大家再讲一讲 好像呢 要称赞小朋友的 哪个地方做得好呢 就是说 小二她说那个 太白先生 你看 那先生这个词语啊 都读得 就到位了 但偶尔的呢 她又会读到先生 不记得轻声 对了 起初有先生 你会有先生 你看 这个词语呢 记得 要读先生 老爷 老爷也是一样 要轻声的 要注意一下 这个轻声的词语了 小人也是一样 你要读小人的话 这个人的话 那个 这个行为有点问题了 就小人了 对不对 要注意 要读小人 怎么怎么的 那么 这个地上怎么样啊 那个绳子 这个小人呢 就牵着那个缰绳 在地上走着 那个地上 你看 她读到轻声了 所以我就觉得 她这个部分 也是做得很不错的 都很容易 很容易掌握到 什么应该是 读轻声的位 对对对 还有那个麻烦 这个词语 我们就说了 麻烦也是一样 要注意轻声的 她也读到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一个那个 感慨 那个慨 又出现了 对吧 感慨 你看 这个字很容易混淆的 但是这个旁白呢 在读的时候呢 又读对了 感到呢 不经感慨万千 又读对了 所以我要称赞一下 小朋友在这一方面 轻声的词语啊 容易犯错的字啊 这些方面呢 都做得很好 当然了 有一些懒音的 就比如说那个 倒房的房子 倒房的房子 倒房的房子啊 就是这个汪伦啊 他是说那个 太白先生能屈身 来访 这个房子 他读到来访 那懒音了 就到来访 是咬得硬点 对了 要访 来访 来访 对对对 就这个字了 还有一个阵字 这个阵字呢 它的音啊 是前鼻音的 但是呢 听到小朋友呢 就读这个阵的时候呢 读到 这个阵啊 是读 他读到后鼻音去了 就正了 所以这个字要小心 但是呢 正汪伦的阵字 你看 又读到前鼻音 哎呀 是不是又混淆了呢 这两个字 对对对 要特别小心 一个呢 就是阵地的阵 过了一阵子的阵字呢 它是翘舌音 而且呢 是前鼻音 阵 对了 阵 如果你读到后鼻音的话 那这个字呢 就叫错音了 就变成阵 对了 一阵子了 就对了 那么 正汪伦的阵字又怎么样呢 它的 声母的部分呢 是平舌音 阴母的部分呢 是后鼻音 哎呀 对了 你看刚刚好 基本上我们严格来讲的话呢 就好像有点倒过来那种感觉 一个又平一个翘 一个呢 是前一个后 你看就这个问题了 平翘 前后 你看就两个字呢 它的分别呢 就很容易混淆了 诶 老师不如读一次了 一阵子 那应该怎么读呢 一阵子 一阵子 对了 对了 那么证汪伦呢 证汪伦 证汪伦 对 平的 声母部分平的 孕母的部分 后鼻音 要注意一下 那大概它的问题呢 语音方面的问题 就大概这样了 那个止泽的那个 这两个音啊 一个止 一个泽 止呢 是翘的 泽呢 是平的 那这个词语呢 小朋友呢 这个旁白呢 就掌握得很好 嗯 指责 你看 说实在的这个词语呢 一窍一平呢 要你读的话呢 好难的 尤其是如果心急的时候 更加会吝啰 对 对 老师啊 我听到呢 在剧本里面呢 都出现过不止一次呢 就是醉纷纷 我们说 啊 喝到呢 好像有少少 黄稳的了 开始神战 不是很清醒了 我们就叫醉纷纷 普通话怎么讲呢 醉纷纷 醉酥酥 醉酥酥 对了 醉 喝醉酒的醉 也是要小心 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醉字呢 读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翘 因为呢 它的生母部分呢 很容易翘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要学好普通话 要掌握好的 第一个什么呢 就是评酥舌音的字 一定要分得清楚 嗯 都是那句啦 如果不清楚的地方呢 查字典啊 对 最好 一目了言啊 对对对 就会知道那个评音 究竟怎么写出来的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 对 所以有一个规范嘛 对吧 我们有一个规范的话 该评的就评 该翘的翘 就两者之间呢 就不要混淆了 又知道了 谢谢梁老师 我们下周同样时间 又听听其他同学的表现 谢谢梁老师 mare 白 谁 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